我是桃子,欢迎收看桃林日记 上一次把兽棚做出来了 今天就要把座齐抓回来 首先在家里准备一些需要的食材 不是什么生物都可以变成座齐的 总共只有五种 具体是哪五种呢 看下去你就知道了 因为家附近就有一片雨林 所以第一个目标就是小猴子 来小猴子,你最喜欢吃的香蕉 阿里离我有点远 我就直接把它变成蛋吧 驯服的生物蛋用小串串刷几个 万一坐骑不小心狗屁了 还能有替补 放到发射器里 发射出来就变成了小飞鼠 好神奇啊 每看一次都觉得特别神奇 走走走 第二个目标是炎炎蟹 就晚来了一会儿 阿里怎么就跟炎炎蟹打起来了 老规矩,炎炎蟹也刷两只 放到发射器里 你们猜它会变成什么呢 哦吼,竟然是画石龙 我还以为能变个麒麟呢 毕竟都不怕眼浆 画石龙也不错 看着酷酷的样子 现在已经有三个了 第四个,我们来到太空 选择蒙眼丁丁 诶,这是叫丁丁还是当当的 用香义饼干把它驯服 果然是叫丁丁 哇,那么小一个丁丁 竟然变成了这么高 这么帅的麒麟 太牛啦 哇,让我这个没有麒麟的人 可高兴坏了 还差最后一个了 最后一个就是野人 本来我们以为这个是最简单的 没想到却变成了最难的 我感觉高级生存里的野人 都傻了八计的 对烤肉丝毫不感兴趣 我们换了好几个地方 换了好几种肉 都不行 烤肉对它们来说 还没有我跟阿黎的吸引力大呢 后来我查了一下 说是高级生存里不能驯服野人 这是真的还是假的呀 有没有知道的小伙伴 可以跟我说一下 看来第五个鹿行鸟 是没有办法变出来了 不过也还好啦 我们现在有四个了 尤其是有一个帅帅的麒麟 我觉得已经够好了 宝宝们 桃子今天算是掌握了一个新技能呢 不错不错